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好,我是李医生 血管毒肾呢,听起来不痛不痒 但是后果却特别的可怕 心脏血管毒了,可能会发展成心梗 大脑血管毒了,可能会发展成中风 而腿上的血管毒了,可能会发展成肢体坏死 血管毒这三种现象要留心 第一,突发脑内心心痛 长时间坐着或者呢,卧床后站起活动时 突然感觉胸闷气紧 如果还伴有不明原因的乏力、头晕、恶心等等 常常是急性心肌梗死的前兆 第二呢,腿脚疼痛、肿胀 血管毒塞之后,会使局部的血液循环受阻 下肢长期缺血缺氧 容易导致下肢的功能出现异常 第三,依侧肢体无力 突然依侧的上肢和下肢无力 经常的流口水 尤其是睡觉的时候呀,更明显 同时,还伴有说话口齿不轻 依侧口眼歪斜,必须及时就诊 这是脑动脉或颈动脉发生的堵塞 血管为什么会堵呢? 有四种食物是祸首 特别是35岁之后,要尽量少吃了 第一,高原食物 第二呢,高糖食物 第三,油炸食品 第四,盆化零食 这四种食物呢 都是容易造成血液粘稠 血管老化的罪魁祸首 能少吃就少吃 想要血管通畅呢 要常喝一种水 多做两件事 要多喝白开水 水是最便宜有效的血管溫化剂 也可以加一些茶类 比如说金银花 可软化血管 增强血管的弹性 菊花呢,可以改善血液粘稠度 减少血脂沉淀 避免堵塞 再配上桂花、牛板根 不仅可以力量排毒 还能扩张血管 加速血液循环 多做两件事 第一,生懒腰 生懒腰呢 可以使全身大部分的肌肉收缩 把预计的血液呢 推回到心脏去 第二,张闭嘴 张闭嘴有点像我们打哈欠 每天这样一张一闭 连续做30次 可以通过面部的神经反射 刺激掉大脑 改善面部、脑部的血液循环 增在脑血管的弹性 还能预防中风和老脸痴呆 好了,朋友们 看完了 记得在视频下方 点赞、订阅 点亮旁边的小铃铛 同时呢 把它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受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